曾经获得国际魔术美龄奖的李嘉峰 之前他用101个小时完成了101场魔术秀挑战成功 而这一次他又有新目标了 打算要瞬间移动穿越东山河 不过在今天他先表演了一场近距离的魔术 透过镜头看您能不能够找到破绽 手放在水里晃啊晃的水的颜色竟然就慢慢的从透明变成深蓝色 而接着更神奇的是发生了 魔术师抓起把绿沙丢进水里 过去后再从水中掏出细沙却变成了粉红色 第二次则变成蓝色 而且还没完第三次不断变回原本的绿色 接着手放回水中摆啊摆的 所以又变成原本清澈的样子 近距离魔术不够 之后还打算要前进东山河 在河的两边 然后做穿越瞬间移动这个魔术 就跟大卫魔术那时候穿越万里长城的地牢吗 万里长城的穿越有点像是 像偶像之境玻璃佳峰也加入自己独特的创意 曾经完成101小时 挑战101场魔术秀 国际魔术没领奖的得主 这一次也要让更多人惊艳